阿華一下的節目現場 好 我們泰騰老師在廣告時間 已經剛才讓這個洋蔥湯 差不多了對不對 對 好 我們要最後的一個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調味 調味我們都最後加 然後慢慢加 好 對 再加一點點的我們的鹽巴 加一點鹽巴 然後跟我們的白胡椒粉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其實這個 這道湯品是這個大小通吃吧 對 洋蔥啊 小孩子吃洋蔥會變聰明 洋蔥便宜 然後經過你自己的喬手做出來 就變成是很高級的一個料理 好 我們什麼時候要放起司片 我們最後再放就可以了 對對對 來 把它倒起來 好香喔 對 那個香味一直起來 真的 好 文廷我們放桌上就可以了 好 好 嗯 OK 好 水… OK喔 好濃 很濃 很香 對 濃純香啊 好 那我們起司片呢 現在才擺 對 稍微擦拭一下 擦一下 然後就讓它鋪在上面 我們把它鋪旁邊一點 讓它看得到 對 就讓它自然的融在 所以起司是慢慢去融在裡面的 對…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的Feel很棒喔 好 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道這個巴黎洋蔥湯 我們要準備的一些食材 還有它的最後的一個成品 讓大家看一下 Fewer 等級的橄欖油100cc 洋蔥3顆 然後高筋麵粉20克 還有紅酒50cc 是 好 那當然呢 今天的最後的一個成品 我們在書裡頭 也有看到它那個很漂亮的畫面 對 老師你上面擺的那個是什麼 是西芹的畫 西芹 所以你擺一下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對…就是利用一些天然的素材而已 那我們今天如果沒有西芹 我們放一點這個綠色的花椰菜對不對 我們看到現場來感受一下 老師的擺盤 巧手就是不一樣 然後把它秤一下 秤一下喔 你會覺得主廚 他擺東西會堆高高的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每個都在比高 有的還會用一種圓柱體 把它堆得更高 對 為什麼要堆那麼高 因為視覺效果立體總是會感覺 你會覺得比較有層次感 喔 所以這是一個技巧 對…那如果說你擺得很平的話 基本上就是平的 對 而且會有一個就是說重點是 你要擺什麼就要讓人家看得到 而不是塞在下面 你擺高高才會看到裡面有什麼食材 老師喜歡站起來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站起來 好 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這道巴黎洋蔥湯 一家四口去餐廳點的話 大概就要花到多少錢 480 喔 很貴耶 因為金錢啊 你看Titan老師炒了快30分鐘 對啊 它給你賺也是應該的 好 不過我們來看看 自己家裡面DIY多少錢 120 124口耶 一個人的話平均30塊錢 對 對不對 而且最主要是吃洋蔥湯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不喜歡吃洋蔥 可是你炒了這個小朋友就會不知道那是洋蔥 就會吃進去 變成甜的 變成甜的 然後洋蔥有很多的鈣質 媽媽也要多吃 好 我們真的很期待 好 接下來我跟妳講 今天呢我們再來學的這個是這個沙拉對不對 對 蝴蝶麵 蝴蝶麵沙拉夏天輕時一定要學起來 對 很簡單就是我們的剛燙好的麵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沒有放得很涼 正常的話你就把它給稍微放得涼一點 然後我們再來做 對 蝴蝶麵的特色當然就是 中間有個結嘛 對 所以它有兩種口感 對 中間的話會比較硬 外面的地方會比較鬆軟一點 是 對 所以我們有蝴蝶 而且又漂亮 小朋友一定會很喜歡 很喜歡 好 這個也是被文玲老師最稱為 最夢幻的一種義大利麵 對 因為它的那個口感很有層次 它是唯一的義大利麵裡面有兩種口感 中間的結 像泰騰老師 中間讓妳可以攪久一點 對 然後旁邊就是軟軟的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有兩種口感 而且小朋友 女孩子最喜歡蝴蝶麵 是 很可愛 好 老師剛才放了一點蟹餃 是 蟹成肉燙好 然後我們的青花菜切成小冰狀 然後這個青花菜是老師節目前燙好的 那這個我要順便講 它裡面放了extra virgin橄欖油 所以它節目前一個小時燙好的青菜 還可以這麼綠 真的 因為橄欖油裡面的抗氧化物非常的高 可以讓你的菜每一個做起來紅的紅 綠的綠 黃的黃 顏色很漂亮 對 所以有時候在你一些配料 或者是說像油 這個都是你選擇一些比較好的 這些質感的東西來講 都會襯托你最後的一個成品 其實你油用得好 然後比如說麵用得好 食材用得好 自己做都還很便宜 不會很浪費的 好 我們現在放了 依序我們放上了就是洋蔥 還有我們的紅黃椒 對 都切成丁狀了 那顏色這樣就已經很漂亮了 對 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來調味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神奇的手指就這樣一撒之後 你會發現味道就不一樣了 對 然後我們的糖 當然最重要就是我們的 Pure的橄欖油 我們用Extra Virgin 對 因為這一道是涼菜 所以會放Extra Virgin 我們就把它給拌勻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對 可是這樣就很有Feel 你看其實它的技巧就是 就是把花椰菜也都切得比較小 通常花椰菜一包 比較大包的時候看起來 就不是那麼油膩 但是你今天就是讓這個花椰菜 把它切細一點 它就變得顏色好漂亮 可是真的就像剛才文婷老師說的 因為我們在一個小時之前 就先把花椰菜燙起來 你要讓它維持這麼鮮綠 一定要選擇 你如果是燙青菜的時候 這是我們在義大利學的 你如果要燙青菜 要讓它顏色保持得很鮮綠 保持很久 隔天還是這麼綠 你就裡面放extra virgin的橄欖油 因為extra virgin裡面的抗氧化物 非常的高 那什麼叫抗氧 抗氧就是抗老化 那這個青菜不老化 它就不會變黃變黑 是 好 我們就來盛盤 像剛剛楊萍姐講的就是 東西變小它就變可愛變漂亮 所以我們今天把它給 分三份 對 做成小小的 這個也可以學起來 常常我們去逛街看到這種盤子 不知道要買來幹什麼 原來就是可以做這件事 家裡面的一個擺盤 其實這些盤子有的時候 它在特賣也不貴 但是媽媽就可以買回來 然後擺盤上面就有點巧思 你就覺得說 冷到變得很高貴 真的是高貴不貴 就看你有沒有去用一點心思 去改變它 是 我如果覺得這一道 如果說像最近 開始有一些這種 體重管理困擾的朋友 其實這一道就是一個 很棒的輕食料理 對 因為義大利麵裡面的GI值 是白飯的一半而已 那什麼叫GI值 GI值就是吃到身體裡面會變糖 糖又會轉成脂肪 那它如果GI值低 它就比較不會變成糖 不會變成脂肪 所以像有一些那種 體重管理的門診 它就會建議你 就是用義大利麵取代白飯 白麵包 好 老師我們已經完成了嗎 完成了 好 我們把它放到前面 這個粉紅色的墊子上面 好 我們也來 喔 結果這個只花一點點錢 對 我們等一下來公開一下 看看會不會破壞它的高級感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這道這個 今天的這個是一個很長的名字 叫做彩椒蟹肉蝴蝶麵沙拉 喔 真的很長 很長喔 好 這個要特級橄欖油對不對 對 然後蝴蝶麵 然後蟹肉蟹腿肉 然後小的甜椒 紅椒 然後黃椒的小丁 然後洋蔥小丁 然後青花菜 鹽 糖 胡椒 適量 好 這個稍微拌一拌就可以完成了 好 我們也回過頭看一看 今天的這一道菜 如果你到餐廳價點的話 四個人要560喔 有蟹肉啊 對啊 但是呢自己家裡面來吃的話 我跟你講多少錢 180 180塊錢四個人喔 而且剛才老師你放在那個盤子上面 是有點這樣子給它洗牙 因為弄得很迷你對不對 其實那剛剛一整盤 還剩很多 對不對 還剩很多 好 所以這個是絕對很會給的 就看你要不要動手DIY 而且今天老師教我們都發現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難 好 不過我們今天也來